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领导的革命事业都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 今天人念多了英雄史观的革命故事 会觉得孙中山是注定要成功的 会觉得清末的所有人都要围绕着孙中山来运作 甚至连相当优秀的历史剧走向共和 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 也不得不把故事往这个方向编 这当然并非是史实啦 那么可能的事实是什么呢 是日本人刻意介入间接促成孙中山成为在野领袖 这就是我们本集故事的主题 各位朋友请听我细说从头 本集故事挺长的哦 事情呢要从1900年庚子年光绪26年说起 那一年华北发生议和拳之乱 触发了八国联军进北京 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 掏去老相声的灌口那是奸淫掳掠掠掐 八样事情刚好一国干一样啊 老太后带着软禁的光绪皇帝 匆匆逃往西安 40年前老太后还是小妃子的时候 也发生过英法联军进北京的大难 不过那一次败而不乱 谈不上王国的危机 这一次就不一样咯 中书无阻全国大乱 清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上述这些内容呢 教科书或多或少都会说到 大家应该不陌生 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革命党人不趁此机会造反呢 至少在教科书上 并没有提到相关的记载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没发生过什么事吗 其实有 但是教科书不方便教 写历史教科书有个技巧 绝不能说谎 但是不介意留白 这里呢 两岸三地的教科书 就是一起用了这个技巧 不然呢就会造成革命史观的瓦解啦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抽丝剥茧 说清楚吧 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 东南护堡行程 这其实是新政府失去控制力的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今天比较为人熟知的是 东南护堡等于地方官员的中立宣言 他们说我们不卷入西方列强与老太后之间的战争 但事实上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东南护堡事实上是汉人大臣各怀鬼胎 准备火中取力 这些汉人大臣呢 主要来说可以分成两派的立场 第一派要保护老太后的袁世凯 第二派想从老太后手中夺权的其他大臣 前者很好理解 袁世凯在一年多前的戊戌政变中 出卖过维辛派跟光绪皇帝了 此时他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太后 万一老太后垮台了 不管上来的是谁 清算他以收买人心 都是大概率事件 所谓杀缘以泄天下 所以呢 此时靠着英国人的大力推荐 好不容易熟理上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 非得要鞠躬尽瘁 保护老太后不可 所以在那一年的大乱之中 袁世凯虽然身处四百公里外的山东济南府 但与军机处的融入配合的相当默契 日前一马八百里加吉不断的联系周旋 可以说当时袁世凯的山东巡抚衙门 就是列强政府与北京城内各国公使的通讯枢纽 也因此他获得了西方各国的信任与赞美 后来新手合约议定 李同章游进登窟之后 大清朝最后几年的种种大事 就变成非援不可了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 当时想高垮老太后的人很多很多 从政治光谱最左边的新中会革命党人 到政治光谱最右边的汉人都府大员们 其实都有想取而代之的冲动 而这些人加在一起 搭配日本的协助与挑唆 就是一场流产的政变 史称自立军起义事件 要说自立军起义 就得先认识一个人唐财长 唐财长是谭四同的同学 两人与熊西林共同创立湖南食物学堂 是清末最早有违心变法思想的行动家 本来两个人都有致于走体制内的改革路线 但是戊戌政变之后 谭四同写见蔡氏口 唐财长就开始流亡海外 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 目标只有一个 武装政变光绪复辟 但是这种想颠覆政权搞政变的买卖 那可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事业了 先不说后果 那肯定是要掉脑袋了 就说时机吧 大兴立国已经200余年了 成功发动的政变 屈指可数 而且人家发动政变 那都是近在地策之人 万机之势 莫不欲闻 那也才有一丁点成功的机会 像唐财长 孙中山这种在野文人想要成事 那除非有数百年一遇的机遇 出现朝廷中书 敬无主 四方诸侯起一新的变局 否则那是休想 而这种变局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次数 那是屈指可数的罕见 唐财长等人有可能碰上吗 有 而且就在一年之后 百年后回看这段历史 真是觉得大清朝气疏已尽 国运顶格 非人力所能扭转 1899年唐财长逃往日本 在那里 他获得了东亚同文会的支持 这是一个抱持着大东亚主义的日本人 想干涉大清国内部事务的组织 此会由玄阳社与同文会的人马组成 如果你看过日本的侵略这个主题的前几集节目 你对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应该不陌生 唐财长透过日本人牵线 与同在日本的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谈妥的合作计划 是的 你没听错 那三个人此时也都在日本接受庇护 这些人最终的目标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眼下的共同目标则都是打垮老太后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 慈禧太后的仇人都聚在一起了 他们的计划是 联络长江延安的会党启示 一举推翻老太后 当然啦 推翻之后要怎么做 那就另说啦 唐财长是个行动派 不搞什么远距离革命那一套 当年冬天他就秘密回到中国 开始行动 怎么行动呢 干革命首先要有组织 唐财长一回到上海就组织政绩会 不就改名自立会 当然啦 他这种一听就知道旗帜不小的名号 是不能随便宣扬 不然是要出事的 对外呢 这个组织其实挂着日本人的名头 以东文益社的名义进行活动 那么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搞黑社会那一套啦 唐财长仿效歌老会的组织方式 沿着长江各地口岸 广发富有票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据记载 此票坊前店票是上列富有二字 中注发钱一千文 后来新政府查进时官方的说法是 这是会党启示的暗号 背逆情状故意招注 那么唐财长搞的动静有多大呢 根据后来新政府的官方资料说 这种票子仅两壶一袋就发放了两万多张 规模不可谓不大 要知道12年后歌老会在四川发起的保禄运动一开始 就差不多是这种规模而已 结果就一起促成了武昌举翼各省独立的惊人结果 那么唐财长的计划是什么呢 如果细看这一段历史你会非常感慨的 因为唐财长的行动几乎就是12年之后武昌起义的预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来说说细节就明白两者的相似之处了 首先1900年春天孙中山命正式量入惠州 史决如入广州准备发动起义 而唐财长在上海收到通知之后 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开始行动 先是妖揽豪杰联络各省会党以及各地驻军筹备武力 再来联络留日学生 以秦立三长二十余人为骨干发展组织 补充一下当时的局势 1900年春天北方大旱人心浮动 一二团人数不断增加 从3月到6月一二团不断闹事 西方列强公使与新政府则不断打口水仗 该年6月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 开始攻击使馆惊师大乱 说个例子你就知道局势失控到何种地步了 6月21日 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 6月22日慈禧发给义和团两万弹米 并悬赏杀洋人 杀一男医者赏赢50两 杀一女医者赏赢40两 杀一制子者赏赢20两 显然的大乱已经开始 百年一役的时机不可错过 同年7月 常采常等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 随机赴汉口组织自立军第五军自任总司令 同时任命秦立山无路征为大通前军统领 预定农历7月15日与汉口汉阳安庆大通同时举议 到这里你可以发现 这几乎就是12年后武昌起义的完美预演 而且表面上的局势 庚子年看起来比辛亥年更有机会成功 毕竟庚子年的8月14日 联军攻入北京老太后都跑了中苏无主 不过呢 我们这集的故事 既不是要讲义和团 也不是要讲八国联军 所以这些大事我们就几句待过咯 现在我们回头来分析一个问题 唐太昌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量 他以一个见不得光的政治流亡者的身份 几个月之内就聚集起横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那么多豪杰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他的人手跟钱财从何而来呢 这可是大规模的动员人口搞造反 不是书生键盘侠在网路上骂政府 没有真心白衣没有背后的靠山 在那个明智未开的时代 是如何动员群众的呢 当然啊你也许会更想问 既然时机这么好 为什么后来要迅速失败 以至于没能写新历史教科书呢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得回顾一下历史 找出正在背后的日本人才能回答 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来说吧 首先 为什么康有为跟孙中山都答应要帮助唐财长呢 要知道在清末这两方可是势同水火 要搞死对方的冤家对头 这场自立军起义可是历史上双方唯一的合作记录 而且看看细节也会发现 双方的合作是很具体的 不是空气协议啊 当时革命党的方面派出秦立山 无路征负责动员各地防军起义 而维新派方面则由会党中人毕勇年出马 与割老会联系 再由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款 用以接济易施 对比当时双方的立场与实力 这可以说是难得的真诚大合作了 而且唐财长的公开造反倡议 居然也号召了不少台面上的人物 最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1900年7月26日 在上海余元召开的中国议会 这场议会投票选出的议长是荣宏 副议长是严妇 干事则包括汪康年、郑官映等人 如果对清末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应该就能明白 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体制外改革派的精英代表了 算一下账 维新派、革命党、清军、汉族、士兵、各社会党 这些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现在全凑在一起了 为什么? 唐财长的政治主张足够吸引人可能是原因之一 他的目标是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启示 北上营救光绪皇帝、重组政府 建立有满人当天子、汉人官员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这大概算是上述各社人等的最大政治公约数了吧 可是他有这个实力吗? 唐财长可能没有 但是日本人有 可以这样说 是靠着日本人在背后牵线才完成了这场清末政治大联合 日本人与孙中山的联系 我们在上一集说过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人对维新派的影响力 清末维新派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上的一股新力量 这些人都是年轻的新进官员 他们想要挑战的是自强运动期间 牢牢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加满汉都府大臣体制 从政治分量上看这当然有点躺臂当居 不过他们有个大杀气即将清正的光绪皇帝 这一场政治斗争就是大名鼎鼎的戊戌变法 从表面上看戊戌变法是一场旧王图存的改革 从实质上看是帝党与后党的夺权宫廷大戏 这一点从流传很广的康有为与荣禄的对话就可得失一二 既得利益派的大臣荣禄问 故知法当变野但一二百年之惩罚一旦能聚变乎 企图掌权的维新派康有为回答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及变乙 这种太过脸谱话的连续句台词固然不太可能真的出现过 但是这段对话自清末以来就以广为流传天下皆知 可见当时人们对维新派的看法 当然了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此起台会发动政变 维新派或死或逃 土崩瓦解 在这里我要讲的恰恰是这个陶字 政变发生之后 幸存的维新派是怎么逃出后党的清算呢 来看一些史实吧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捉维新党人 荣宏 康有为 梁启超与 英国传教士 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 商量之后决定请美国公使 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出手营救党人 然后各国公使还真就出手帮忙了 来说说几个代表性人物的经历 首先是康有为 政变前夕他提早离京 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 后来政变爆发后他改成英国军舰到香港 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上次说过的 宫崎滔天陪伴东渡日本 接着是梁启超 他没能提早离京本来难逃一死 但是 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伯文 帮助梁启超脱逃 让他乘火车到天津 再搭乘日本军舰到日本 而前面提到的荣宏 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 在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这里呢 我特别想引述一段对话 让大家看看日本方面的态度 荣宏在《西学东建记》一书当中 记载了一段他逃亡到台湾来时 与台湾总督尔玉元泰兰的对话 尔玉总督 习初次无眠 即有依及恶之消息报君 荣宏文儿大义 其欲知所谓恶消息 者究竟何事 而预认 中国民这总督方有公文来 足与流矣 为君设来此者 即欠与不君送之中政府也 荣宏答称 与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 故无论何时 阁下可从心所欲 不予宋之中政府 于义圣愿为中国而死 死故得其所也 尔玉总督文言 庄重对曰 荣先生行无宜于为中国之警力 君经安机于此 神无过律 于绝不能听君往中国救入也 并告曰 君之生命经甚为 为若居台湾在于治权之下 于必极力保护 当派兵卫军防卫 不知有意外之变 隔日国有户兵四人 夜间在荣宏寓所四周巡逻 日间逢其外出 无论何时 此次兵必随行 二居前 二居后 加以防护 荣宏在结尾四处 宇居台湾数日 成日人如是待遇 亦良可感 如何 日本人是不是等同为 维辛派的再造父母啊 说个具体的日本人 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印象吧 台北市有个原山忠烈祠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很多大陆游客来台北市旅游 都会刻意去那里看看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忠烈祠里 祭祀的一位日本人 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位 他是山田良政 日本亲生洪钱人 前面不是说到康有为 是搭日本军舰讨命的吗 随行陪同的翻译 就是山田良政 几个月之后前面提到掩护唐财长在中国活动的东亚同文书院在南京创立 山田良政就是书院的教授 你说 维辛派能够不卖这位日本恩人一个面子吗 当然啦 如果山田良政只是救了康良等人 那他是进不了中华民国的忠烈祠的 山田良政不但参与了维辛派活动 还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几个月 与孙中山在广东惠州起义 而后被捕就义 哼想年33岁留下新婚才一个新奇的妻子啊 他的事迹我们留到下一段说孙中山南方起义的时候再详细说吧 现在说回自立军起义 总之 戊戌政变让维辛派欠了日本人一个天大的人情 所以 无论维辛派对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不满 在日本人的屋檐下也得赔个笑脸 况且本来自治甚高的维辛派自认为是走正道的 是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 看不上造反的乱党 现在好了 现在他们也成了被官府通缉的罪犯躲在日本 那就只能调整心态拿起枪杆子来搞革命了 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呢? 其实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革命党人是很边缘的 在中国本土有群众基础的主要是维辛派的主张 行政会的主张普遍无人问津 更别说掏钱响应了 所以 孙中山又怎么能够拒绝跟维辛派的合作呢? 说个数字对比 康尔维流亡北美洲与东南亚到处新办保皇会分会 受到华侨的热烈支持 仅北美之行就获得6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 与之比较 革命党的孙中山在美国东奔西走 总共也不就募了个几百块美元而已啊 起义固然靠人但也不能没钱啊 没钱就没枪怎么造反啊 从这个角度看 自立军起义主导权还是握在维辛派手中的 那么为什么起义又会失败呢? 因为各怀鬼胎啊 首先 维辛派要保皇 革命党要排满 这个终极目标是冲突的 所以当梁启超写信劝康有为退休 以便主导两派合作时 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康有为收心后大发雷霆 派人至日本强压梁启超离开是非之地的东京 命他到夏威夷开拓保皇会业务 而孙中山呢则另开一条支线 想利用台湾总督尔育元太郎的军火支持 在南方的广州启士搞出一套自己的局面来 可见双方民政暗斗其实并未停歇 如此一来起义的力量就相互折损 再者 想趁着这场大浑水摸鱼的 又岂止是在日本的撮合之下 勉强联手的维辛革命两派呢? 朝廷的汉人大臣其实也蠢蠢欲动 毕竟国难当前固然是巨大的危机 但如果他们个人能在朝廷联军 与各种维辛革命当中周旋取利 那么也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坏事 比如之前提到的袁世凯就是一例啊 其他人呢如两江总督刘坤一 胡广总督张之洞 梁广总督李鸿章等人 其实也都隔岸观火两头下注 所以唐采章等人在刘坤一张之洞眼皮子底下 明目张胆的大肆运作 才没有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啊 不然可能未必有启示的机会 当时维辛派除了领头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之外 绝大部分都是从湖南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 与刘坤一张之洞其实都有渊源 因此便分北游说胡广总督张之洞 与两江总督刘坤一 想赢得他们支持维辛派的武装启示 只要能拉住其中一位 就能在长江沿岸有立足之地 届时北上问鼎可起 这是维辛派的算盘 那么革命党呢? 行中会也没闲着啊 由孙中山的老师何启 拟定了一份梁广独立计划 再由港督卜力负责接下梁广总督李鸿章 欲推举李鸿章为独立后的大总统 这就是网络上流传很广的 孙中山推举李鸿章当总统典故的由来 那么这些密谋为什么后来没有实现呢? 关键其实在八国联军身上 为了避免太复杂 我们只说张之洞这一件 1900年8月16日 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 慈禧光绪和一众满金权贵 藏皇出京 避至城外的淮来县 这时全中国的实力派都摒弃凝神 睁大眼睛注视着八国联军如何走下一步起 假如联军赶尽杀绝 遇至慈禧老太后于死地 那么东南护保的各省总督 就要执行协议好的独立自保计划 这其实也是张之洞留着自立军的原因 从后来的官方报告来推敲 张之洞其实早已知道自立军的全盘部署 连起义计划从8月9日 研制8月22日的情报都已掌握 之所以还不认凭自立军在眼皮子底下自由活动 为了指示观望局势变化 因为如果老太后有了万一 大清必然土崩瓦解 那就需要招揽自立军的骨干与外人联系 来实现胡广独立的计划 何况张之洞与自立军的领导者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唐采藏就读于张之洞在武昌创建的两湖书院 吴陆征就是张之洞公费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 荣宏曾经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 这些人在搞什么张之洞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等到八国联军大事底定之后 从这一点来看自立军的命运 是掌握在八国联军手上的 而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到来了 慈禧逃自怀来县之后 在8月20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最挤兆 表示不再以义和团与列强对抗 八国联军得到此消息之后 随即停止进军 于是老太后保住了老命 而南方三大总督也就有了决定 发布最挤兆的隔天 也就是自立军预定起义日的前一天 21日 张之洞包围了英国租界里的自立军总部 与各机关 当场逮捕了唐采常、林归等20多人 鉴于张之洞与这些人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必须立即灭口 所以次日新陈 唐采常等人就悉数被害 当然这里要交代一下 康有为的恶劣行迹 1900年8月初 就在八国联军动向不明大兴朝廷前途未卜的时刻 自立军众人已经准备妥当 就等着做成新加坡的康有为 将华侨为保皇汇所捐的款项汇制即可举事 此前康有为公开说过 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60万元 不过他扣留了40万 只答应将剩余的20万汇给唐采常 但是就这20万他也是一再拖延啊 本来的起义日期是8月9日 但因为康有为汇款未到 才延期到8月22日 然后就造成了张之洞提前一天下手的灾难性后果 事后康有为的解释是 一句自立军可能借保皇之名去搞革命 所以不肯给钱 但是多说什么都已经无用了 提早起事的秦立山、吴陆珍等 得支持二号后决定解散部队 不久 湖北新提右军的起事也跟着溃散 接下来 两湖、安徽、江苏等各省官府 开始全力弃捕 割老会会众杀了上千人 自立军起义自此宣布失败 秦立山与吴陆珍逃回日本 维新派经此一役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主导中国政局的力量了 当然啦我再多说两句 考虑到张之洞的态度 就算自立军提早起事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维新派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失败了 那么革命党在广东的谋划 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让我们来看看惠州起义的始末吧 首先正当唐才常在上海大四活动 招兵买马的时候 孙中山也决定在南方搞起一场革命 正好出身广东惠州领导三合会中的郑士良 在此时抵达日本 双方惠商之后决定以三合会为基础 在广东起兵 于是就跟自立军形成了南北分头 准备起义的格局 不过跟自立军要北上秦王的目标不同 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是想搞南方 至少是广东独立 那么这就得问问李鸿章同不同意啦 正好有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实力派人物 可以局中协调 此人就是广州实力派刘学巡 这人可不是普通人物 他是光绪五年的举人 光绪十二年的近视 本来大有在体制内发展机会 但是朝中无人免做官啦 他选择了回乡经营赌场 是的你没听错 他回广州开赌场 搞的是维系 这是清末流行的一种彩票 最流行于广州 哦 赌法是这样子的 当科举考试举办之际 由众人自行集资压差当年考中的市子 众者可获大力 后来呢因为搞得太大了被法办 还差点丢了公民 不过靠着大笔赢钱疏通 还是宝座的公民 总之 刘学巡就是这么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人 1899年7月 也就是戊戌变法搞得正火热的时候 刘学巡奉亲亲王密函到日本进行外交活动 说是外交活动 其实就是去日本探探革命党人的底细 在中方小太郎的联络之下 刘学巡认识了孙中山 两人谈了什么 外人当然不得而知啦 只知道此后刘学巡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给钱给的很到位 孙中山相当感激他 转过年来 刘学巡回广东 曾担任李鸿昌的顾问 据说就是他促成了东南互宝的诞生 当然我并不怎么相信就是了 但是呢 李鸿昌透过刘学巡这条线 搭上革命党人 确实有很多所剩的哦 据说刘学巡曾经联系孙中山 付上因北方权乱 愿意约审独立 C的主下为主 请苏来约 谁通坚秦啊 这封信的真伪并不可考 但是孙中山接下来的行程却是可考 1900年6月17日 当义和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孙中山携郑士良 当宫崎、涛天、内田、良平、清藤、庆七郎等人抵香港 全派宫崎、内田、清藤前往广州与刘学巡密谈 不过没有什么具体成果 至于为什么不会有成果呢 参照之前讲张之东态度的背景你就懂啦 孙中山本人当然不便深入险地 他于6月21日自香港抵西贡 拜会法国安南总督涛美 当时自立军的形势还一片大好 宫崎、涛天提出全而易的建议 潘孙先生能与在新加坡的康尤维合作 孙中山表示赞成 于是让宫崎、涛天前往新加坡联系 没想到由于某人故意同风报信 康尤维认为宫崎、涛天与清藤、信七郎是来刺杀他的 于是向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举报 最终宫崎与清藤被关了几天就获释了 于7月17日返港 但是孙中山也放弃了与康尤维这种人合作的计划 一行人登日轮佐渡湾 20日离港赴日 至此 日本人策划了维新加革命计划漏空 双方变成了各自单干了 紧接着 1900年8月14日孙中山来到了台湾 为什么忽然跑到台湾呢? 因为此时正逢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城 大清朝廷因为慈禧台后生死不明陷入混乱 日本人想乘机火中取利 准备从台湾进占福建 当时台湾总督尔谊元太郎 车动日本让人自行烧毁厦门东本院寺 制造派遣驻台日军攻占厦门的借口 如果你熟悉后来日军清华的历史 会发现日本人搞的都是同一套 几十年如一日 不过这是1900年不是1932年 日本人还不能一手折天 日本的这一套很快就被英国警告了 8月28日 卢军大臣贵太郎训令尔谕 及民政长官厚藤新平终止占领厦门 诶?等等 这跟孙中山来台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本来日本在野的大东亚主义者是希望 当驻台日军进攻福建的时候 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可以混水摸鱼 发动启示 而日军也能获得在中国大陆上 内应 没想到日军的行动被英国制止啦 那么革命党人就只能单干了 9月25日 孙中山与内田良平、三田良政、平山州等人 自神户城台南丸 真的是这个名字 往台湾 28日抵基隆 然后孙中山拜会了 尔谕元太郎与厚藤新平 他向这两人提出了 获得武器弹药援助的要求 尔谕的态度是 可以 但是要配合日军行动 革命党人歧视之后 要前往厦门集结 制造日军出兵厦门的借口 等到日军登陆后 答应要良想 自然不是问题 而孙中山提出了借款要求 后腾新平也答应 革命菌 可动用厦门台湾银行地下室金库中所存的两三百万银元 不知道你听到这种合作方案之后是什么感想 但是我肯定孙中山是很开心的 因为接下来孙中山奠令这次良 改变原理惠州启事后进攻广州的计划 转攻厦门 然后革命党就动手了 以下我念一段国民党的官方资料给大家听 10月6日 革命党的黄福率投缠红进的80名赶死队 猛攻兴安杀完虚 震展40人清兵亏不成军 次日直逼兴安县城 次时正式良自香港来会 并集率众旭县永胡 21日占惠州东约50里处的三多柱 玄宇清军激战 后退出三多柱 当时四乡来头革命军号称2万人 然而适逢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 9月26日 支持尔玉元太郎三线友伯内阁倒台 继任的伊藤伯恩内阁是反对与英国作对的 于是严禁尔玉元太郎向革命军输送武器 并且禁止日本军人参加革命党的行动 所以在台北的孙中山电告正式良称 形势巨变外援南期 极致厦门易罚阶级之徒 军中之势请司令自决禁止 正式良乃留下持有洋枪的一线余人 于众解散 但撤退途中为清军争支 大举追击 致全军溃散 思时后腾对孙中山必不见面 平山州则被通知立即离台反日 视为惠州起义失败 好了故事都说完了 该做个总结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方的局势 首先是孙中山他算是主要赢家 虽然惠州起义失败了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们主力尚存 死的都是惠党 更重要的是他的同行维新派 损失惨重 可以这样说 自立军失败之后 维新派就失去了在野盟主的地位了 接下来的十年之间 钱财与人财都开始流向革命党人这一边 宝皇立宪的呼声越来越小 排满革命的声乐越来越高 终究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而不是大兴帝国的续命 再来是袁世凯他赌赢了 他靠着李鸿章卖命 保住了老太后跟大金朝 接下来的几年之间 只要老太后还在 他袁世凯的乌纱帽 就稳得犹如铁打的 当然他并不是罪赢的 因为跟孙中山不同 时间对他并不有利 人总是要死 等到老太后驾崩之后 他的官也就当到头了 再来得利的是南方的汉人都府 这些人在庚子国难当中 这种手术两端的表现 老太后当然都看在眼里 但是新手合约签订后 朝廷并没能力秋后算账 这说明大清朝廷的江山 已经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了 大清朝廷已经从中央集权的 专制王朝 变成了各地都府的共处而已 这也就无怪乎 十年后武昌习义爆发 百日之间就剩下不到半壁江山了 形势比人强啊 而日本人呢 日本人其实也算赢家 因为日本人靠着支持大清朝的在野力量 在中国内部安置了大量的亲日派 有朝一日等到这些人掌权了 那日本人的在华利益 那还不好安排吗 以上就是日本的侵略 这个系列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谈谈孙中山奇人 希望你会喜欢本节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拜